台语歌手曾伟宗参加综艺节目 综艺大集合 不只运动实力好 表现也相当幽默斗志 现在却惊传 节目13号在嘉义大林镇圣贤公录制时 有确诊者参加录影 而且没戴口罩 现在也证实就是歌手曾伟宗 唱起歌来情感十足 曾伟宗8号曾参加张惠妹演唱会 后来得知当日演出有观众确诊 在10号做了居家快筛 结果为阴性 13号曾伟宗以特别来宾身份参加录影 现场录影时间约15分钟 14号便出现体温偏高 喉咙痛 头痛等症状 当时快筛就呈现阳性 立刻到医院裁剪 隔天15号PCR结果出炉为阳性 同小被匡列的仅有庙方和来宾共四人 至于胡瓜 阿翔 赖慧如等主持人 目前快筛都是阴性 而疫情延烧到演艺圈 女星李严谨现在也自爆确诊 由演艺圈转网直播卖服饰的李严谨 18号凌晨突然公开自己确诊的消息 还提到自己去医院前四小时 曾快筛过 不过一直都是阴性 直到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后 结果变为阳性 目前已配合政府疫调 驻进防御旅馆中 不只艺人染疫 台北新腹八棒球队也出现7名确诊者 现在也确定会退出 城棒甲组春季联赛 病毒前人人自围得要提高警觉 更加些小心防疫 TVBS新闻 钟云峰 郑文珍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